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2月23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为了跟随耶稣 你正在背着什么样的十字架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跟随我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 并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他又对众人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这人必能救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丧失了自己 或赔上自己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 和赴集中圣天使的光荣 中将来时 也要以这人为耻 感谢天主的圣言 在现代生活 很多人喜欢自拍 把漂亮的照片放上网络 传给别人看 这些照片往往揭示了一种 幸福、新鲜、奢华、热情的生活 为的是要觉得自己的生命 过得精彩 吸引人的注意 然而 这些展示给世界的生活 在耶稣的眼里 到底值多少呢? 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心 他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真实的心情 未必跟得上社交媒体上 呈现的自己 很多时候 看到他人梦幻式的贴文 我们更容易陷入比较和忧郁 四旬期刚开始 耶稣邀请我们活得更真实 更有深度 耶稣很明确地跟我们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耶稣邀请我们 接受生活并不能总是美好 当我们遇到苦难时 不要去抗拒 回避或假装它不存在 相反的 我们可以学习 背起生命赐给我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 试问 你的生命中有哪些事情 像个十字架 沉重 坚硬 让人惧怕等 也许是照顾长辈的压力 或是和同事的冲突和误会 每天枯燥的生活 或是对未来的迷茫 就在这些时候 耶稣邀请我们不要一直抱怨 却要极力在其中 找到继续爱的意义 分辨天主的旨意 并勇敢地去实行 耶稣虽然是天主子 但他也要经过十字架 才能体会到复活的力量 若我们选择背负这些十字架 我们的生命才会由浅入身 活出他的深度 请品尝圣言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一直不想处理的问题 是什么 今天不要再逃避 和耶稣一起面对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这个四旬期 请帮我忠诚地 背起十字架 跟随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不再逃避问题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